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9月30日,賓菲家無懼巴塞,星期四凌晨,歐冠聯分組賽繼續上演。 E組的賓菲家,屆時將座座鎮主場迎戰巴塞隆拿。 巴塞9月發揮不佳,直到上將才迎來首勝。 金鋪走訪過去5將贏足4將的賓菲家,巴塞全身而退已算完成任務。 賓菲家是葡萄牙國內當之無愧的霸主,過去12個賽季有6個賽季成為最後的冠軍。 其中還包括一次4連冠,而對史上37次奪得聯賽冠軍的他們都是葡超奪冠次數最多的球隊。 來到這個賽季,賓菲家依舊一馬當先,頭7輪聯賽全部贏球。 且期間攻入19個球,只失4個,攻防兩端表現相當出色。 正獨佔即分榜榜首位置,攻擊首達雲,紐尼斯和羅曼。 耶林卓克更是聯手貢獻8個球。 不過歐冠聯方面,賓菲家的成績就遠遠比不上國內聯賽,雖然過去十餘年間缺席歐冠聯的次數屈指可數。 但球隊現在的實力已同其他豪強有不少的差距,導致最近三次參賽都未能從分組中突圍。 降格入歐洲聯以成常態,不過今年相當有機會打破這個尷尬局面。 今年,賓菲家,同拜仁茂尼克,基庫戴拿毛,同巴塞龍拿分在同一組,雖然首帳未能如願開門紅。 但場面上仍是壓制住基庫戴拿毛,控球率68.3%比31.7%,射門數就是12比8。 今仗面對實力已遭到明顯削弱的巴塞,球隊拿分應該不成問題,甚至有機會去衝擊三分。 在陣容方面,前鋒尼曼查,拉當職,同中場敵奧高,干卡維斯相決。 在今下的轉會市場中,巴塞模擬是最大的失意者。 在無法被美斯提供續約合同的情況下,只能眼睜睜看著當今世界祝壇最有統治力的球員離開。 這個也直接導致球隊的戰鬥力出現了斷崖式的下滑,整個攻防體系都要重建。 上一場聯賽,巴塞憑著孟菲斯,迪比,盧克,迪莊,和安蘇。 發迪的建功,3比0元勝利雲特。 但不可以不提,這場勝利僅僅在球隊進入9月以來的首場勝利,而就賽季至今的整體表現來看。 巴塞亦失去同其他歐洲頂級強隊抗衡的實力,這點由歐冠聯首戰。 0比3元敗一役,就可以看出,而且那場比賽的場面,要比,比分所呈現出的差距更大,整場下來巴塞甚至沒有一腳射證。 即使是對陣實力中游的球隊,巴塞亦沒有必勝的把握,之前聯賽面對卡迪斯,和格蘭納達都沒辦法拿完三分,甚至差點輸給格蘭納達。 今次遠征葡萄牙,面對近放火熱的賓菲加,巴塞拿到份數,都已經算是完成任務。 在陣容方面,前鋒澳市民,迪比利,和沙治澳,亞古路等人受傷不會隨隊出征。 你聽緊的是安波足球快信。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,和讚我們的專頁。